有中山 年年六十余里 无数英雄儿女 都在这个地方出生 今天我们要讲的英雄人物 叫杨开慧 既然我们都上了山顶 就讲英雄的故事好不好 1927年8月 秋收起义 逐渐在闲 一触即发 年轻的妈妈杨开慧 带着他的三个儿子 毛岸英 毛岸青 毛岸龙 告别了毛泽东 回到晚餐 开展农民运动 从此 这一家人 天各一方 哥哥 哥哥 哎 我在这儿 你看看 有只兔子